好我们接着带你来看佛光山慈悲基金会在高雄大树区的新田里成立二手辅居中心 提供给弱势的朋友 另外呢也能够让物资循环再利用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 各式辅居已成为生活必需品 佛光山慈悲基金会在大树区新田里 由当地昆仑宫提供场地成立了一所二手辅居中心 里头有各式辅具像是住行器 轮椅 电动床等设备 整合各界提供的辅具资源再借给有需要的民众 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一直秉着大师的一个理念慈善福利社会 所以我们要如何落实我们刚好有一些的爱心人士 佛光人共同捐赠的一些的病患使用的器材 那么当然我们更希望家庭经济有困难 弱势的你的经济需要人家协助的 那么我们是无条件的来借给他们用 如果你的家庭有多的有不用的戏剧等等 都欢迎我们一个学给我们一起来回收 来第二次的使用 辅居中心启用当天举行洒进祈福仪式 周边十个里的里长也出席参与 因为里长最了解里民的需求 可以协助辅居借用 因为我们国立的里长说这个 我们说地方的这个土地公平 对地方对每一里的需求最有最知道 所以说他们可以发立最大的功能 每一个核每一人 每一个事大人有需要不需要 他们都最清楚 所以说也把这个讯息带给我们国立的里长 包括我们府长都会知道这个讯息 让我们发展二手辅居的公园 可以最大最大 整合二手辅居资源再利用 以服务因伤病且无力购置医疗辅居者 一般家庭中有不再使用的辅居 也可借由捐赠发挥爱心 经由二手辅居中心的义工 及大慈育幼院学生的整理清洁 消毒及维修之后 再提供给予有需求者 达到人尽其善 物尽其用的效能 人间卫15允许高雄采访报导